金石堂城中店二三十名員工 在門口一一向書迷道別 晚上十點正式畫下句點 三十四年歷史的金石堂城中店 因為租約到期房東不續約 在營業三十六小時後關門洗燈 不少老書迷趁著書店最後一天 回味選書就想穿越時光走廊 在讀大學是高中畢業 我就常來這裡 好像搶好書也對 第二個是一種留戀 有一點不省 三十幾年的只是因為房東的 就是可能他們租電的關係 然後就要停止營業 我覺得是蠻可惜的 來 我們城中店限定的紀念小手套 一二三層樓滿滿人潮 不只有家家的限量手帕 每一層樓都有留言區 把自己對書店的回憶 感想紀念下來 也有爸爸帶著女兒 來見證曾經輝煌過的 三十年老書店 感覺這裡滿競爭的 還滿舒適的 那其實觀點對於這個文創來講 其實有很大的傷害 走到外頭不論是路過民眾 還是書迷攝影迷 都為這間百年洋樓書店拍照留念 重慶南路最具代表性的書局 抵不過環境壓力 高租金實體店面沒落之下 鞠躬向台北跟書迷永遠道別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冷卻 什麼 blah 真心 霉 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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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